大家好,我是朱茶,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AC米蘭在下沙索羅的衣甲賽時會於星期日晚有比賽 直播到期時會直播這場賽時 沙索羅今季表現差,而即近期表現亦難令人滿意 今次主場迎戰上將歐戰失利滿腹怨氣的AC米蘭 沙索羅應該難逃劫數 沙索羅過去三季聯賽排名方面呈現遞減趨勢 前前季以第八成績收尾 前一季跌到第十一位,上季只排第十三位 來到今季斷崖式下滑,三十一輪聯賽只有25分 回看整個衣甲,積分比他們少的只有沙索力坦拿 高居不下的昆長失球數就是困擾沙索羅 昆長失球數達到1.9個,只少過沙索力坦拿以及費生龍里 令人懷疑費拉利以及馬田艾力這些手像的能力 留意風線上,最厲害的是貝拉利近期受傷病困擾 今季少了這位,二甲攻入九球以及三次助攻的大象在陣 一定會大大上去沙索羅的攻擊能力 單靠奔拿蒙迪一個人承擔進攻責任應該有點難 面對大敵當前,金將沙索羅很大機會輸 雙庭名單中有後衛柏達臣,中場卡斯迪利組繫相決 至於A.C.米蘭方面,周中勾戰不敵羅馬 三月份開始國王賽事七連勝就這樣完結 同時亦自去年11月5日聯賽不敵烏丁尼斯至今首次進攻上沒有球 陣內一班球應該不太滿意了 有利的是,A.C.米蘭現在處於國王賽事作客四連勝 其中昆場入球是兩球或以上,昆場失球數未達一球 看到他們作客表現有贏球的說服力 球員方面要留意露夫斯智克 他不單在上籠聯賽作客之中為A.C.米蘭首開紀錄 同時今季國王賽事一共交出十球以及兩個助攻 多達九球都是在2024年入球 看得到他具備入球效率 另外A.C.米蘭最近七次最後三索羅都能夠贏六場和一場不敗 所以今集A.C.米蘭贏面會提高一線 人腳方面後衛卡魯魯中場普比加都要相決 喜歡這條片的話就記得按LIKE 以及要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